也是社會新聞 現在的差略真是有夠豪大 登頭的北京 遺人的處來 在廟裡 有一個路大學 他一個人在家的時候 當時遺人在二樓 聽到一樓的替問 讓人打開的聲音 因為樓庭有一個看下去 發現有一個成分的 男人進去他們家 他怕一個米丁的房間 會整個關掉 突然消息 會員老闆發救人 他如果不看到消息 會嚇一跳 趕緊報警 旁邊通報李政務 趕緊去救人 一樓開天的大門上 一支手吹出來 跟他問打開 在八十五的男人 從這樣收起來 打開大門的問捨 一看水暗 手籠 眼睛四個的經驗上 看家裡有一個東西在那裡 所以走去離樓 後來他就爬上去那個衣櫃去看 可能要看我妹妹房間有誰 離樓有人是處處的女兒 因為剛才第一年也會開學 一個人點一個出來 他聽到一樓 替門紅打開 聲音 在樓梯口探討出來看 看著千雲人出現在家 他怕到臉上去瞬瞬瞬 乖近米丁的房間把門搜尋起來 也快點會 突然電主婦跟爸爸說 他未來在我的房間我 我很怕 救人 爸爸也怕死了 乖近報警 通報李政幫忙 看到他不是哭了嗎 所以一直把他動 警察先趕過來 像離樓要求處處的女兒 離樓也來了 手拿給誰 到三天遭一樓 路未來出來 千雲人走起來 離樓也趕緊帶處處的女兒 在樓梯 處處的女兒走出來 當時他一個人在廟裡 救威樂處理 不敢相信 當初白智 有千份人 走到他們家來 警察到鑑識去 讓女兒走去 看他身材 含作案的手法來設定一個通知犯 經營警分析過濾 掌握一名謝信通緝犯 涉口中嫌 這個嫌犯很豪大 都要去人家處理 當時有一個女兒在家 女兒也怕軟壞 可能他未在這房間來 不含嫌犯起床燉 也趕緊把爸爸發救命 如果警察已經接下嫌犯的身份 已經跟他抓起來 是 恩 不吶